一说到智慧的时候,就多数与我们要做的选择有关 看我们选什么 所以今天我就想用明智的选择做主题 与大家一起做反省 如何才能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看看你选什么 第一篇《读经》来自针言 针言是智慧文学里面的其中一半 今天这一段圣经,作者就用一种文学上的《语人法》 就是将智慧和愚昧以人法 将它看成两个不同的人 一个是智慧夫人,一个是愚昧夫人 两个就邀请人去到她那里 那你听一下,看你接受哪一个的邀请 今天这一段就是智慧的夫人她说出 她的邀请 就说智慧建造了房舍,有七根石柱 这里大概是指天主 創造了一个很稳固的世界 又准备一些好的美食 邀请人来参与天主的言席 谁接受这个邀请呢?他们就会得到生命 今天这一段就是说智慧的太太 邀请人来参与这个言席 没有说愚昧的太太如何邀请人 我就告诉你,愚昧的太太如何邀请人 愚昧的太太邀请人的时候就说出两句很有趣的说话 她就说偷来的水是香甜一点的 偷吃的饼是更有味道的 这样说一下,那你信不信? 就是偷喝的水和偷吃的饼是好吃点好喝点的 那你听不听她的邀请呢? 这个就是愚昧的太太邀请你,试一下 你偷一下,你就知道了 不过呢,针言就说,你听她的话 就会为你带来死亡 那就是说,这一段圣经就问 你听谁的话,听智慧太太的说话呢? 还是听愚昧夫人的说话? 那其实呢,圣经很多次都让我们看到 有人真的选愚昧太太的说话 最明显的就是创世纪元祖父母 第一个他们做的选择 很清楚,天主就跟他说 乐园当中,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 特别有个生命树在乐园中间 在正中间,你就很容易看到 就很容易拿来吃的 这个是给你生命的 说明是生命树 但是天主也说 有一棵芝善恶树 你们不要吃 其实,创世纪的故事就没有说 那棵芝善恶树在哪里 那你要通道去找它 竟然生命树这么当眼的地方 这么容易拿你不拿 偏偏去找这个 不知道藏在哪里的芝善恶树 天主也都警告 哪一天你吃了它 你必定会死的 说明一个是有生命树 你吃了有生命 一个是说明叫你不要试 你吃了会死的 但是,人就偏偏会这样试 很有趣的 这个故事讲出人偏偏不听话 偏偏去损一些不应该损的东西 所以,死亡就出现了 就是用故事的形式 让你看到 人哪些真是有智慧的人 哪些是愚昧的人 你自己滑落 你想做哪一类人呢? 这个是第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又听到梅塞 梅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故事 我将生命和死亡放在你面前 你们选择 你选择生命 或者选择死亡 怎样可以选择生命 你听天主的话 守他的法律 你就会得到生命 何时你不守 不听的时候 结果就是死亡 我将这两样东西 放在你面前 给你选择 大家都知道 当时那些人说 我会听的 但事实上 最后就没有听的 对天主没有信心 一遇到困难 就放弃 人有时很不明智做些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最恶就是这么不明智 这个是第一篇读经 给到我们的主事 总之有两个不同的人物呼吁你 一个是智慧太太 一个是愚昧的太太 你听谁人说呢 第二篇读经 来自阿弗所书 保禄教阿弗所的教友 将自己的伦理生活 建筑在对基督的信仰上面 如果你能够这样做 你的伦理生活 建筑在你对基督的信仰上面 你就是一个明智的人 今天他有几样东西 教我们怎样去做 他用的详细都是这样 要明智些 第一要 你要好好把握时机 天主的恩宠来到的时候 你能够看清楚 把握时机 不要错过天主的恩宠 这是第一点 叫我们 我们记得圣经里面 耶稣哭过两次 其中一次耶稣哭 就是耶路撒冷错过天主给他们的恩宠 他们没有把握到 天主给他们的恩宠 最后的结果就是灭亡 所以要把握时机 这是一个明智的人 第二点 要懂得分辨哪一个是天主的旨意 即是说你要有一种分辨的精神 分辨的能力在你的生活上面 知道这个是天主的意思 你就选择那个 那你就是一个明智的人 第三点 他就说不要醉酒 很有趣的 不要醉酒 因为醉酒会使你失去你自制的能力 醉酒可能就是这样 保禄跟着用一些幽默的说话 他就说如果你真的要醉酒 你在圣神内醉 一个智能的两样用 英文用spirit 能够是指酒 能够指天主圣神 那么如果你醉酒 喝得多这些真的 这些spirit的话 你就失去你的理性 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了 但是如果你醉在圣神里面又不同 圣神就会带领你 圣神不会带你向恶的 他就说当你醉酒的时候 通常的人失去自制 就是胡言乱语 胡言乱语有时候 胡言乱语有时候 胡言乱语唱歌 会的 醉酒的时候大声唱歌 他就借这个去说 如果你在圣神内醉 你都可以唱歌 不过你会唱圣荣 你会赞美天主 保禄就是多有幽默地 这样带出 如果你晓得 这样去选择 即使你醉酒 醉在圣神里面 你就会唱歌 赞美天主 这是一件好事 好 这个就是明智 和糊涂之间的分别 不懂得把握时机 不懂得分辨天主的意思 只会想念醉酒 那你就是一个糊涂的人 不单止自己能够做一个明智的人 如果你明智 在一个教会里面 你能够带动整个教会团体 做一个明智的团体 不要整个教会分裂 对立 抗争 那就是糊涂的做法 总之 保禄也是用一种方式 教别人 怎样去做一个明智的人 好 第三篇来自《药望福音》 今天耶稣继续讲生命食粮的言论 这里也可以说 耶稣邀请人 你相信祂的话 你吃祂的肉 喝祂的血 你就会得到生命 犹太人接受不了 怎样可以吃祂的肉 怎样喝祂的血 犹太人特别是不可以碰血 血是神圣的 只可以用来奉献给天主 不可以用来食肉 所以严格来说 所有动物的血 他们都不会碰 所以他们不会像我们那样 吃猪血、鸡血、猪虹竹 我们很喜欢犹太人 不会碰血的 因为这些是神圣的 但是耶稣偏偏用这些说话 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犹太人就接受不了 即是说 未能够对耶稣所说的说话 相信祂的说话 所以最后 大家都知道结果他们离开了 不接受耶稣的邀请 很可惜的是 耶稣就很清楚说 如果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你必定得到永生 你就会住在我里面 我住在你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教我们 如何让耶稣基督生活在我里面 我生活在耶稣基督里面 就是令祂的体血 这个是耶稣基督 今天教我们 接受祂的邀请 吃祂的肉、喝祂的血 还有就是 里面有一个许诺很漂亮的 这个许诺我们应该记得 耶稣就说 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你必定得到永生 这个许诺很重要的 这个许诺很重要的 我经常都用这句话 去安慰人 特别安慰有喪离的人 因为死者吃过耶稣基督的肉 喝过他的血 他必定得到永生的 是耶稣基督的许诺 如果你掌握到这东西 相信祂的说话 你真是一个明智的人 有智慧的人 你相信你领性体、性血的时候 保证你有永生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所在 你如果能够掌握到耶稣这句话 那你就是一个明智的人 好 听完这三篇读经 有关明智与否的说法 我们做一些反省 我想人一生人里面 是做无数那么多选择 因为我们讲明智的选择 怎样才是明智的选择 有些选择 不牵涉善恶的 很多的我们选择 比方你为你的子女 选择什么学校 在哪里住 你大一点的时候 你选择哪种工作 你会不会选择圣照 或者说现在很流行的说法 会不会去移民 这些我觉得 不牵涉善恶 无所谓 只不过说 你能够做的就是说 哪一个更是符合天主的二先 两个都是好的 两样东西都是好的 你在哪间学校读 你在哪里工作 你留在香港 或者移民本身没有问题的 不过你能够分辨 就是说 天主你想我怎样呢 这样可以做的 但又是另类的选择的做法 但有一类选择 牵涉善恶的 这里就要小心一点了 这里就牵涉 你是不是一个明智的人 还是一个愚昧的人 因为你连善恶 你都不懂得分辨 那就危险了 所以呢 都让我们知道 选择是有不同类型 不过有些选择 一牵涉善恶 你就要小心 我们称这种选择 叫做基本的选择 就是说 在天主和自己之间 你做一个选择 好像亚当就是 亚当我们元祖父母的选择 就是一个这样的选择 究竟我听天主的话 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选择 这个基本选择是很重要的 决定你是一个明智的人 还是一个愚昧的人 就是这一类的选择 有时你可能会再问 为什么人那么笨呢 竟然会选择一个相反天主意思的呢 你想 有时的确罪恶不可思议的 是 我自己的反省就会说 因为另类的东西是要吸引你 因为有一种吸引力才会选 人的意志 什么时候都会选 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 他以为是好的 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故事 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故事 记不记得 人来的 虽然厄话才拿来吃 又给他的先生吃 所以最恶的事 你说有人那么笨 为什么故意选择死亡呢 因为他吸引你 有些东西吸引你 我曾经问过一些很赌博的人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赌 明知赌 十赌都是狗输的 多数都是输的 为什么你要赌 赌有很大的害处 我听过其中一个答案就是 神父你不明白 老的时候是很兴奋的 神父 那我就没试过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 兴奋到这样 你欲罢不能 有一种兴奋在后面 使得你明知不好 你都捅过头去 做一个圆会的人 另外一点 我想你们容易感受得到 就是圣经称之为淫乱 明显是最过来的 第六届 但是很多人去做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兴奋 这东西这么吸引你 欲罢不能 所以 虽然说 这种不好的东西 带来死亡 带来这么不好的后果 做一个愚昧的人 但是偏偏 是很吸引人 令到你不放得下 或者说 有人就会用一些很漂亮的借口 去正确 去正确 自己这种做法 认定这种 浪漫 用一些很漂亮的 词汇 这样去说 这样才是真正享受人生 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们会用很漂亮的词汇 去正确认自己的不好的选择 大家都认识 一个哲学家尼采 尼采很吸引人的 他所说的东西 的确是很吸引人 他就是教人 要做一个绝对自由的人 要做一个绝对自由的人 你就不需要听谁说 只要听你自己就够了 所以不需要听天主说 因为他死了 他不在 所以天主已死 是他的说法 很浓缩地说 一切是以我来做中心 不再是天主做我生命的中心 我不再需要听任何人说 我就绝对自由了 是很吸引的 今天仍然是很多人跟随他 他死了很久了 但是仍然有这么多人跟随他 就是因为我选择 我绝对自由地 选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他甚至说 罪过是希伯来人发明的一种东西 这种意识是希伯来人发明的 不需要理会这些东西 你就是一个绝对自由的人 是很吸引的 但是我们的教父奥斯顿 也教我们 这个教父给了我们一句很漂亮的说话 去平衡尼采这些这么吸引的说话 奥斯顿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选择不去犯罪 让你选择去犯罪 你有更大的自由 这是教父奥斯顿说的 是很漂亮的 很有见地 很有智慧的说话 我能够选择不去犯罪 让你以为自己有自由 我选择去犯罪 你说谁的自由更大 他就说我的自由更大 比你 你做了罪恶的奴隶都不自觉 你欲怕不能 我能够不去犯 所以都让我们听完今天几篇读经 今天我们用明智的选择做主题 明智的选择就是 在天主和自己之间 这个最基本的善恶的选择 我能够晓得选择天主 不去选择自我 你就是一个明智的人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优优独播放